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枝叠长点也就不是问题了 你看这个枝叠也不短 但是呢也不算太难看 是吧 当时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这个枝啊跟它当时应该是刚开始是差不多粗的 后来呢是后来呢就重点培养它了 把它抑制下来了 但是呢它基本上也是一个投降的一个姿态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然后呢它在底下做了切弯 把它压下来 把它把这一节压下来啊 手术做的还不小哈 这还K掉了一块 把它压下来 改变了它一枝往上的这个这个投降姿势 然后呢又借着正好有个往下探的枝 就往下培养了 培养了一段 所以这个枝呢基本上这个就就不那么丑了哈 其实当时有个问题是切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往这切 对吧 它有点切的有点靠上了 所以你看它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顺着这个方向出来 还是不那么好看 但整体来说就能看了 并且这个树因为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 上边这个 养上边的过渡就养得很快 其实树啊 主干也就是下边的过渡难养 你还得要它有粗度 你减厉害了它就会长粗了 对吧 上边的过渡啊 底下上边的过渡呢 就比较容易养了 因为它基本上长得快的粗啊 长得这个手指头粗啊 就合格了 那也是一年的事嘛 就底下这几节 装大点 底下这几节比较难养 这个你看这个 这只只呢 跟刚才那个也是一起同工 它也当时长的时候也是这么这么一个只 这么一个只 就V的形的 跟单弓叉似的 然后呢 弯也是一只的这个只 这个只放养了 所以这个只起来了 但是它呢 还是这么一个形状 跟它其实角度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角度 这棵树也有点这种特性啊 所以这个在切弯的时候呢 就切的比较 吸取了这个弯的教训 就切的比较近了 就切的比较近了 切这个弯的时候 当时呢 离的比较远 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只节 这个只节比较长 就想在中间做个弯 破它的直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 现在看来还是应该 贴近主干切 这个弯 手机没电了啊 咱就拍这些了 今年这个 已经封顶了 已经封顶了 还不算难看啊 好 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好